八卦的起源 在远古时代 人类对大自然一无所知 天气会变化 日月会运转 人会生老病死 所有这些现象 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为此每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人们遇到无法解答的问题 都去问福西 福西解答不了时 感到很茫然 因此 福西经常环顾四方 揣摩着日月晶天 斗转星移 猜想着大地寒暑 花开花落的变化规律 想从中参悟天地自然的奥秘 有一天 福西在菜河里捕鱼 捉到一只白龟 他赶快挖了一个大水池 把白龟养了起来 一天 福西正在往白龟池里放食物 有人跑来说菜河里出了怪物 他来到菜河边一看 只见那怪物说龙不像龙 说马不像马 在水面上走来走去 如履平地 福西走进水边 那怪物竟然来到福西面前 老老实实地站那儿一动不动 福西仔细审视 见那怪物背上长有花纹 一六居下 二七居上 三八居走 四九居有 五十居中 在一片大树叶上照着龙马背上的花纹画下来 他面对白龟聚精会神的观察起来 渐渐地 他发现白龟盖上的花纹中间五块 周围八块 外圈十二块 最外圈二十四块 悟出了天地万物的变化 规律唯一阴阳而已 于是他创造了八卦 并认奉旨为天神 尊其为八卦祖师 未经许奉旨 c